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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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吃喝玩乐,享受人生 還是繼續工作, 工作, 再工作? 我就認為工作生活平衡很重要 除了懂得享受生活之餘 工作帶給你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都會令人感覺更加幸福 或者你會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不是為別人賣命而換取生活的代價 但是有一種人視工作為生活的一部分 令他們成長, 回饋社會的機會 他們不僅對工作的熱誠 也懂得運用優越的管理技巧 以成為公司裡舉足輕重的人物 今晚開始, 一年幾個星期 我會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擁有卓越領導能力的管理者 讓各位在他們身上好好學習一下 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有誰會想到它會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 超卓的成就令身為香港人感到十分驕傲 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 沒有人猜到它的樓價會節節上升 往式的驕傲, 亦都成為今天的痛處 一提起住屋的問題 大家都非常頭痛 更莫說投資樓宇買賣 簡直就是一小串有錢人的玩意 但是, 所謂有危就有機 這個時候, 竟然有人在捉緊機遇 發展出一盤前景非常樂觀的生意 你好, Terence,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們公司 是專門投資海外的物業 為何你當初會想到這盤生意 其實我本身投資物業是我的興趣 從小到大 即是說剛才畢業也好 我也很喜歡到處去看樓宇 近十年, 我們投資本地物業都投資了多少 有些是自主, 有些是用來炒、收租 到了2012年, 我覺得香港的市場 如果是投資, 很多的滯爪 很多的鑽貸貸, 很多的稅 我自己的部分物業, 我就脫了手 也挺可觀的, 收入都… 每個物業都賺幾倍, 幾百萬 當時拿著這筆資金, 我就去想 如果我再放回香港市場 的確再賣投資性的物業 那回報未必真的那麼吸引 所以我就自己, 我就去找一些其他門路 有沒有辦法, 繼續投資物業 我當時就有個朋友去iBank做事 然後他幾年前就說離開了iBank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原來法國的世界 除了買股票, 買一些資金 還有很多投資機會 他出來, 他專門做一些實物投資 他介紹了我, 說海有物業都不錯 當時其實買海有物業挺大膽的 他當時介紹了一個物業給我 就是在馬來西亞, 雙子塔旁邊 行路可疑去到雙子塔 很方便 對, 那時候是三百萬左右 然後還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然後說到首期是10% 首期, 還有發展商也會提供資金 整件投資是三十多萬 當時我就很大膽地試試 然後放上去, 我覺得整個過程很舒服 而且真的看到那個回報是回來了 是 亦都和我朋友聊天 因為當時的朋友, 即是Kingston 其中我們幾個發展 我說Kingston, 其實投資銀行的人 是很有錢, 十分高 但在香港這班人 其實是很小的一個群體 香港最厲害, 最多的是大眾市場 中產市場 後來我就說, 例如這樣吧 我們開另一個品牌 專門做一個海外投資 我覺得很大膽 當時不流行的 是 為何你有這麼勇敢去做出這一步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經歷過 是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Kingston也給了很多投資的數據 他真的用一個iBank的方法 去做一個分析對於市場 跟平時在香港買物業很不同 他的做法是會宏觀看整個經濟發展 很Michael 會看回每個發展商 地區性的發展會是怎樣 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是一個相對專業的投資者 我聽完都覺得我是很受諾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把這件事放在全個香港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服務到整個香港的人 當中有沒有遇過一些很難 或者是艱辛的事 在三年前 當時最流行的物業 不是泰國物業 是英國的物業 當時我們做的其中一個物業 就是在英國 在一個不是很大的地方 當時那個物業 整個投資計劃都很好 我們都會厚實地去考察 看完物業都非常之好 整個event 非常之成功 我們當時都買了超過30個物業 只是佣金收到 當時都在說幾百萬的 挺不錯 跟著就好了 真是所有的 我們的訂金收到了 跟著真是我們正式要去 跟律師發展商去簽買賣合約 收到買賣合約 我們很驚訝 因為最後原來發覺 跟他之前給我們的賣合約完全不同 最後原來發覺 那塊地 它不是真的實質有地的擁有權 原來英國買樓是可以… 那怎麼辦 然後我諮詢律師 律師說英國律師 因為你是英國的物業 英國律師跟我說 很正常 在英國沒有你的地權 你也可以賣房子 原來英國是這樣的 甚至律師也說 其實你可以先前進行 你沒所謂,英國是這麼做 但坦白說 第一,我站於一個香港人的立場 我覺得香港不會接受這件事 就算香港人可以接受也好 我覺得風險… 很高 實在太高了 但當時我們的交易是甚麼 因為我們投資了很多錢去做廣告 去搞那個展銷會 說如果我們肯去做這件事 繼續那位聽律師這樣說 我們可以賺幾百萬 當時在我們的公司 我們是抵抗金 非常重要 但如果我不去做的話 我會損失百多萬 這個當年來講是我們的天文數字 香港公司不夠一年 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我們最後都說 不行了 我們真的要… 我們要為了我們的公司的品牌 我們為了香港的投資者 我們不可以做這件事 就算是有一點點風險 我們也不應該 我們投資者去負這個風險 那時候我們真的說 OK 我們每個客人打電話 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們最後發現這個交易是有問題的 我們退錢給你 她很心痛 你知道嗎 就是等於你有30個女朋友 每個女朋友打電話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分手了 我分手了 她分手打30次 但當時的客人很開心 其實她… 因為你們很誠實 對 她覺得我們真的可以高 有些客人有10次堅持 她說不是,我覺得不是那麼大危險 律師跟我說 都可以繼續 你們為何要這樣做 我說真的不行 我們未來還有更好的投資機會 給你 或者… 但我不希望你去沒有這個風險 OK 這個決定 到現在我們看回頭 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雖然當時真的很辛苦 沒100多萬 我們是找銀行去融資 再去借貸 再維持公司的一個經營 但是… 甚至乎有機會破產 因為你新公司很難去借錢給你 但是… 回來看 現在真的很好的決定 因為你可能去年也聽過新聞 Manchester 在很多的物業 爆煲或是蓋不到樓 我不想成為其中一個一分子 那誠信為何真的這麼重要 因為跟本地的物業很不同 去到外國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法則 不同的法條例 除此之外 除了一條例 還有很多不同的地點 哪個好的不好的地點 其實是挺不同的 一些樓盤 它的佣金可以很高的 高達10%以上的樓盤 但那些位置 或者它們的物業的質素很差 甚至有些是一些所謂的騙局 但地好像英國的物業 不是它的 它都夠膽去拿來買 我就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要長遠去做這個生意 我們不能這麼短時間 只是那些少許的佣金 很高 你可能找一個一年你可以退休 所以我們隨時把這些樓盤 無論是多高用 我們都不會拿來做 因為我們公司的宗旨 是為了我們的投資者所在想 雖然經歷低潮 甚至差點破產收場 但是憑著誠信和口碑 令Terence的公司業務不跌反升 不僅獲得多個 最佳海外物業代理的獎項 更加在短短幾年之間 由六、七人的小公司 發展到今天全球擁有150位員工的 跨國公司 過去的工作經歷對你的影響有多大 也挺深的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做生意 我小公司、大公司都做過 小公司也學到很多他們的好處 就是他們執行力很強的小公司 大公司的好處是標籤 做得非常好 但是很有趣的 大公司有兩件事 標籤做得好 但裡面真正正做事的人 是沒有多少個的 原來他們最擅長的人 不是真的控制公司的工程 反過來整個公司的 拆鞋文化是非常非常之厲害的 大家商討每一天的 不是工作怎樣有盡子 是怎樣可以服侍到好好的老闆 大公司繼續在 原因是甚麼呢 我也都學到一樣東西 就是真的 標籤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出來做事 也是我自己的管理方法 我很討厭人拆鞋 你不要走前走後叫老闆 你見Terence 我覺得反而是很舒服 而且你花的時間 不要花在那裡 真的怎樣想辦法去形象化我 去偶像化我 你做好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另外剛才提到 執行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是每個公司 我們都是分了很多個小的團隊 因為我很相信 我也是當時大公司 我看到漏病太臃腫了 即是由高層去到執行那層 有四至五層的管理在中間 很多事不是說成本效益 中間的管理員是怎樣吃了你的價值 最嚴重的是你上面想下的命令 到下面完全變成了樣子 所以我們公司的組織很簡單 即是一層至兩層 很多我們的團隊 他們會報告給我 我每一個命令 其實是很快就可以執行到 下面每一個員工的手上 剛才你提到管理 你覺得自己又是怎樣的管理者 我以前挺喜歡做運動的 我不喜歡打羽毛球 打冰門球 我喜歡做團體運動 踢球為例 我覺得我的角色就像教練加老闆 最佳隊長一樣 我不是只給錢 去這部頭隊繼續營運 或是怎樣教他們營運 我甚至是自己下場踢那個人 現在的生意慢慢越來越大 規模 你不可能每件事都親力親為 但如果我真的可以加入 我儘量真的可以做到 一起踢球 這樣感覺的老闆 非常好 剛才你提到樓室率 因為地產從業的樓量都挺大 你們公司在市面上可能最低 比外面低至10% 可能會來只有2% 那你是怎樣可以留得住這個收入呢 是的 其實在我們這行 樓室率都超過2-30% 大家的管理模式很簡單 好的人你便來 然後你做不到你便離開 但我們的員工其實他們真的不捨得離開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他們離開的原因 就是自己做不好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本身的項目出問題 所以反過來我們的項目 第一 真是非常好賣 原因我們全都是選擇過的項目 所以全球 第二 真是我們全都是一些 很優質可信的項目 所以他們進來買 他們都是自己 可以買這個項目 他們已經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亦都很對得住他們的客人 所以他們可以奮身 安全地去做 亦都做得很好的原因 亦都是因為產品 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我們的發展商 其實都是全球最大的發展商 好像這些物業 那些客人看得到 哇 相片好像很美 很多人說真喜好是怎樣的 很多客人真的去到當地 看完我們建好的樓 真的去到當時 他們說你們做文化的人有問題 畫都不夠,你面樓很漂亮 對,所以很多樓梯這麼低的原因 就是你賣的真是好的、好的東西 不是騙騙騙騙 騙你買了一個便宜的項目 收樓你又不聽他的電話 就是這樣 遊戲時代,全面進化 出來的是一個一體化的遊戲生態系統 手上滑鼠變為身分象徵 他只要把這個鼠標插上去 連上雲端 然後所有的設置 跟著他的人走就可以了 匯豐工商金融全力測動 匯之營商 星期日晚7時9時,ViuTV 星期日晚7時,ViuTV 香港派對世界中可以吃飯 不是寶寶的 是非我們手上滑鼠鑽 要實行運動 我把那個人的歌迷為 就是個 WWU Victoria 甚麼歌迷在新ибо 是否接下 你會選擇贔的 其實她是否太強了 我會選擇的 我很想要選擇 你會選擇的 就是我把你的力打操 我們很想要選擇 我會選擇的 是否想要選擇的 全城投入同一節奏 集合力量,為運動員打氣 由國際頂尖賽事 到本地體育盛事 一起全城撐氣 NOWTV與全港市民同步集氣 一直播,一直撐體育 頂尖盛事 電視、手機、電腦都可以看 新客戶申請升級體育推介之選 可享兩個月月費豁免 及400元超時禮犬 專台客戶可享額外免月費優惠 兼請你看NOW668 即打熱線申請 16首經典金曲 16個浪漫故事 滾石愛情故事 星期一至57時 99台ViuTV 老地方將時空定價 前身是一個80年歷史的套堂 買了這裡就用來做咖啡店 很多東西都保存得很好 百年老店,真是沒有選擇 菜單嗎 不,菜單,只有一個 我們 怎樣能夠做到買 只有一種味道的飯 可以有人來排隊或特意去吃 北村半兵為商店綠茶呈軒 時空旅人 下星期六晚10時半,ViuTV 我們可以做一個品牌 要做到非常高的專業性 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的員工有百分之百九十 未做過本地地產 甚至有時候我會… 不想他們有這方面的經驗 因為我們的外國地產和本地地產 都很大分別 包括法則,剛才提到很多細節都不同 銷售技巧或整個專業性 我們可以做到海外物業買賣 要求會更加高 所以就像這次我們這個門司 我們三、四年前開業的時候 我們只做海外物業 沒有做過本地物業 因為我們必須要我們的員工 受到專業的培訓之餘 他們的心態、整件事 都要先住在海外地產 對,我也聽過你剛才說 曾經遇到一個有趣的事件 對,挺好笑的 當時我幾乎四年前開公司 剛才開公司 我有個朋友 我跟同學來的大學同學很友善 它是一間很出名的 國際性的網站公司 我一開始想到做廣告 當然是上網,有數據廣告 我問我幫我搜尋一下 泰國買樓四個字的關鍵詞 究竟有多少個月 有多少香港人打這個字來搜尋 他回答我說 Terence,他打給我 他說Terence,你結業了一間公司 他說甚麼事?這麼大件事 他說一個月不足10個人 全香港七、八萬人 不足10個人打這個字 我當時聽到你知道嗎 我很開心 是 為甚麼?因為證明 這是一個很大的 會未來發展的市場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泰國 加上泰國本身的投資 真的很值得去投資 這麼漂亮的物業 賣100萬,6%租金回報 在香港賣的車位100萬 你也租不到兩、三千元 在泰國租到五、六千元 我聽到之後,行了 這件事應該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生意 是 你們公司的宗旨是甚麼 其實我們的宗旨最大的宗旨 希望經過我們公司投資的客戶 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最穩定 而又最好的投資機會 所以其實我們從買賣開始 我們已經是非常之對我們員工 有一個很好的培訓 他們每個員工都知道自己在賣甚麼 知道法則 告訴客人 客人買不買其實是自己的自由 坊間這麼多不同的投資產品 未必個個都適合你 但你必須要知道自己在賣甚麼 到客人買了產品 買了我們的物業 剩下的我們更加要去做的事 就是真的售後的服務 要幫他好地出租 未來的轉售 甚麼時候轉售 我們要所有的事情 會幫他打碰得非常之好 其實很多其他代理未必做得到 他買完他層樓就會算了 所以我們其實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新的員工進來我們公司 我們真的浪費一個月的時間 你不要出去做銷售 你要真的售賣我們公司的 我們所謂的読書 整個的流程 所有項目的情況 我們要他真的知道得非常好 那你對海外物業的買賣前景 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前景,剛才說真的 三年前剛開公司 我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很小眾的玩意 但其實近兩年開始的變化很大 兩年前開始 他們真的開始在海外買樓 已經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事 以前就問為何在外國賣樓 他問很多問題 現在不是了 他一談就問你在外國哪裡賣樓 已經是很大的變化 還有近一年 變化也有少許微妙的改變 以前是純粹投資的 他買完之後想著 放在樓上投資 好價賣了 近一年我看到香港人開始的想法是怎樣 短期來說二十年、三十年投資 他有想過在那裡居住嗎 就像那些客戶一樣 譬如泰國去買一個物業 澳洲一個物業 加拿大一個物業、英國物業 投資是一個短期的做法 長期他真的有機會在那裡退休 但他說你退休 你能住在那麼多地方嗎 他說可以的 我每個地方住兩、三個月 他說以前他試過 有些朋友移民加拿大 整年在加拿大真的很悶 但他說現在我每個地方有一個家 我就兩、三個月住在英國 兩、三個月住在泰國 他有不同的生活風格 對,有不同的天氣 對,他說泰國去到乳季 我就去英國,對吧 同行遇敵國 很多人知道這個行業店 很多人誤做 但你在哪方面會覺得自己的優勢 還有怎樣可以令客人 可以回頭找你 其實這個行業現在真的挺百花齊放 也跟百花齊放來 很多沒有實力的公司 或做得不好的公司 都在市場出現 我們的宗旨第一,誠信很重要 無論你給我多少佣金也好 你的盤是一個垃圾盤 我絕對不會拿回來做 原因是甚麼呢 你影響的 你只要賣出一個差的單位 其實你之前做得沒得回頭 每個國家 他們的大的發展商 和好的發展商是有限的 例如去到泰國那樣 真的有出名的發展商 只有兩、三間 你做得好的話 身為一個發展商 他都不想換代理 他有一間很大的上市公司 為何肯上一間這樣的香港公司 原因是因為我們做到專業性之旅 還真的幫他做得到所有售後的公司 因為身為一個這麼大的上市公司 他們要的不是那小小的業績 他們要的是品牌 我們在亂賣他的東西 租不出、賣不到 我們的牌子是跟他一起跌入鹹水海 這才是他們最大的損失 另外其實我做這個行業的難度 就是說我們其實成本都挺高 其實我們花很多費用在哪裡 真的我們的同事 他們是親身去當地看過物業的 其實很多香港本地的一些 現在我們競爭對手 他們做不到 因為那個費用真的很高 你想想我們公司 只是香港的售貨員 大概是三、四十人 我們是整個團這樣過去看的物業 到最終賣不賣到 真的不知道 但我們必須要他們 要很清楚自己在賣什麼 除此之外 我們有一個東西 很誘惑的 對於我們的這行業 就是高的用金 售貨員想要 公司也想要 但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這麼好賣的東西 不需要給你這麼高的用金去做 所以我們真的拒絕了很多項目 例如柬埔寨 經常都會發電商打電話來 加於我們去做 沒有問題 你想多少用金 你開聲就只有Terence 我給你獨家代理 我們全部都被我們虛擬了 原因是當地 真的我們看不到有個投資價值 當地人口是少於一千萬 城市人口少於二百萬 二百萬就是甚麼 港島區的人口也沒有 無論有多高的用金 你無可能去接這些項目 但坊間有很多代理人在做這件事 最開心的事 你看到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獎項 包括2015年、2016年 都頒了一個最佳香港代理大獎 其實這麼多獎項 我們拿了這是最開心的 原因是甚麼 我們是一間香港公司 我們可以做到他們全球最大的代理商 我們擊敗的對手 是在行業裡面 所謂的一些老航專 五大行 我不說哪幾間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擊敗到他們 一間香港公司 你可否可以做到全球最大的 肯定的,我覺得是很快樂的事 對 但這也不夠開心 最開心的是我記得去年暑假 我去泰國賣出的物業 三年前賣的物業 我們帶回一些新的團友 即是新的賣家去那裡看樓 實地考察 到那裡突然有一個人 在那個物業上游泳 我參加泳池 他跟我說Terrance 我看到舊的賣家 三年前他認得我 他說很開心,甚麼事 我買的物業,一間我自己住 我經常跟孫子來這裡住,很開心 另一間出租 你說的東西是對的 真的租到六、七厘 那個開心 是比起我剛才的獎 更加更加開心 我消失了鏡頭後,我一定會找你 很開心 自小做英雄,還是英雄做時勢 其實都是取決你做人的態度 在這個訪問裡 經常聽到Terrance提及 誠信這兩個字 這一點真的值得我好好反思 不如聽到你說誠信這兩個字 誠信對你來說有影響多大 誠信對我來說真的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公司開始發展大陸的中國市場 當時也吸引到一個合作夥伴 一間香港上市公司 非常之出名的在香港的集團 他們都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說你這麼大間公司 你會做這件事 你不需要跟我們合作 很有問題要問他 因為他是一個家族的生意 其實原因很簡單 你們公司不會亂來 不會亂來賣東西 你做的事全部都是很有誠信 他很放心跟我們合作 他說做不成你們的生意 你對他們整個集團的家族來說 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他們眼中是很小的生意 但如果你做這個生意 你沒有誠信 你賺多少錢 我都不敢跟你合作 我理解了這個故事之後 我又做對的事很幸運 包括我們是客戶 我們的客戶告訴你 當時我買這個物業 告訴你優點是甚麼 同時我們都很有趣 我們經常說話 我們說缺點是甚麼 然後我會跟客人說 你可以不買的 你無所謂的 你今天不買 但你知道自己要買甚麼 所以今年的生意 我們已經比去年說的 是增長超過百分之百 是 真是真是好 多謝Parence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我沒理由捉到鹿 也不會脫國的 我也一定要問你 有關海外投資物業的心得 事得 其實我們都領先 三年前我們應該做泰國 現在已經做到整個整市 現在我們再看好的地方 就是越南 好處是我們很一線接觸到客戶 說真的三年前 在泰國物業的人是Bankers 是一些比較高收入的投資者 近一兩年 我看得到他們已經開始 不是這個階層的人 開始是一些中產 或者第一次買樓 開始想接觸去買的物業的人 我們會看得到很越南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越南第一個經濟發展很快 GDP增長6.4% 每個城市有些甚至10%以上的經濟增長 等於好像十年前的上海、北京的情況 樓價方面 其實已經等於香港 或者北京的大城市 說的是五分一的樓價 但它的經濟增長和中產增長速度 是非常之快 這就是我們宏觀經濟體路的情況 最大的一個體路情況是我們的買家 我們這群買家是非常有實力的買家 他們說在買越南的物業 是他們的投資 說他們有一億兩億的投資 他們沒有理由去買物業 他們開始也看越南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工廠以前在中國 搬到東南亞不同的地方 但現在他們其實已經在中國設廠 設離中國 他們最大的投資將會是在越南 一個這麼有實力的買家 聽你說你不相信自己 找不相信我的眼光 你相信我們買家的眼光 我相信你的眼光 你也不要先下班 我欠了很多問題 好,謝謝 謝謝Terence 好,謝謝 在今天的訪問中 我學到的雖然就是 賺錢是很重要的 但是賺得客戶的信任也很重要 誠信不僅是上一輩子做生意的要決 到了今時今日 就算是做人或做生意也好 也是這麼重要的 接下來是播映新聞報道 我覺得跳舞是一個表達的方法 而且可以透過舞蹈 跟別人用身體聊天 我是私家鄭惠君